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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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荣生老先生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关注文难词 四十年间 他陆续收集整理了众多有关于该剧种的资料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先生从一个名叫左坝的地方获得的 他说那里可以称得上是肃松县的文难词之乡 在肃松县左坝书在肃松县左坝乡的于关友家中 每当农闲的时候 村子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就会聚在这里演唱文难词 他们是肃松县左坝乡的成员 于关友是他们的团长 这个民营剧团里最年长的老人名叫于炳炎 是于关友的父亲 今年已经八十六岁高龄 是肃松县当地有名的文难词老医院 我叫女鼻炎 我的老师父 现在还有老师父 开始炒饭 游到我这个地方来着 我这个老师父就把我修到 修到去都都很 如今新家 我是明哥三十一年成家 三十十岁 那时候我把人家制作 Jesus 把人家制作 把人家制作 他整个厕所 我就去往大乳教通 做个劲 去家里去停开来拿 我就把那收到 把我ель收到 我去存家 存家 一直去吃辣 我来和一아니长 据于炳炎老先生回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 文蓝瓷在佐巴地区十分受欢迎 文蓝瓷在我们组画这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鱼从来 以前每年逢时构节 那种有动作的画动都演戏 平常的排练就是在祖堂里面 我们鱼时的时候 没有其他泥落的玩的地方 就在这里看戏 戏台就在刚才说的那个破梯上面 那个成立戏班过后 就有戏台 逢年过节 其他的整个我们这一块组画 提出的这个叫夏武章 所有的这个村庄的群众 都在这里开戏 都在这里开戏 那个时候非常兴盛 在佐巴瑜伽 至今仍然收藏了许多文蓝瓷的老剧本 这些都是于炳延老先生 积攒下来的宝贝 即使有人前来索要 他也从不曾割舍 他们为文蓝瓷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 例如高榮生老先生的一本书中 便引用了其中的部分资料 在那本名为文蓝瓷声枪艺术的书里 高榮生老先生 为文蓝瓷梳理出一个详细的历史发展脉络 文蓝瓷的它这个历史严格 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是走唱阶段 第二个就是坐唱阶段 第三个是戏曲阶段 走唱阶段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在长江边 经常就发大水 老百姓就逃荒了 逃水荒的过程中 好多艺人呢 他就严门乞讨 就卖唱 他这个时候拖着鱼骨 可以打 对吧 这个时候还有结板 对吧 旁边一个人拉琴 他这个形式比较简单 时至今日 宿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里 还保存着一只鱼骨 其骨身约二尺多长 以竹筒制成 筒端蒙皮 演奏时用手指拍打 这是这个走唱阶段 以后呢就进入这个左唱阶段 左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农村里农闲的时候 那些艺人呢 到这个城堂来了 或者是到那个祠堂里边 或者是那个打鼓的那个赛场上 坐下来 坐下来一个鼓 一把琴就唱 唱些很简单的故事 老百姓就都来了 拿一把椅子 都坐着去近围着 历史上把这个叫什么呢 叫围鼓作唱 第三个时期就是戏曲 正式形成了戏 因为那个时候民间啊 灯会 庙会 或者是农村里 拜什么婚赏喜事 他要搞一些小小的表演 开始呢就很简单 三小戏 小声 小淡 小丑 在这上呢叫灯戏 以后呢慢慢地发展 由小戏发展到大戏了 这是文男词 苏文表介一中的一段表演 该剧就是在折子戏的基础上 改编而来的一出文男词大戏 也是文男词的代表剧目之一 别莫几致难过梦 随便有本体 细心若便丽装置 带来日过的若鸣 神大气 神大气 听说 在偌大的戏曲百花园中 文男词与另一株娇艳的花儿 黄梅细跟静相邻 花色相近 它们不仅共同生长在 宛恶干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而且在音乐方面 也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因此文男词也被称为 黄梅细的姊妹艺术 在我们苏鸣流程很广的 有两个曲牌 一个叫大倒贴 一个叫小倒贴 小倒贴 它就与黄梅细 它就有联系 比如说前面两句 这个就是黄梅细的 可是后面呢 第三句 它就开始转调了 它转到软调式上去了 变到我这个文男词上面来了 它调式变了 所以说我民进音乐 它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它互相感染 虽然黄梅细早已震池高飞 成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但是文男词却一直窝居在 晚恶边界 显为人知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 文男词在宿松县的发展 日渐势微 而且当地至今也没有一支专业的文男词剧团 文男词成了养在身归人味时的孤单少女 当时玉局的艺术家李苏健主持的 中国西游剧种研讨会 在合肥召开 当时也通知了我去 我们家里也带了演员去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就展演 他们就是帮子比较多 后来到了我们那个宿松的文男词 一上场 几句几句下来唱枪 下面就是掌声叫嚎声 我以前在家里没有出去过 就是我发现我们宿松的文男词 怎么这么受欢迎呢 2008年 经安徽省宿松县成功申报 文男词被批准为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此 宿松人开始为保护和发展文男词艺术 进行各种尝试和努力 我们从08年开始 成功地复排了20多个节目出来 还进行了专场的那个文男词展演 在展示方面 我们建立了文男词的展厅专门的 2011年的时候 以文男词为主要内容 把宿松县成功地申报成了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从那时候 在全县就掀起了一股文男词的表演热 2018年 一项新的保护和发展文男词的举措 正在全宿松县内推行 他们将甘门艺术 引入中小学生的课堂 邀请文男词演职人员 为大家进行艺术展示 和基础知识的讲解 扩大文男词的普及度 我们考虑到这个乡村的这个实际 从事这项艺术的 都是一些古老的艺术家 或者是民间爱好者 传承后继法人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所以说我们觉得 从娃娃抓起 把戏区普及和教育传授的这项工作 从校园里面 通过讯区课的 或者专业课的这种方式 把它传承下来 把它教授下去 这样一来 后继就会不会存在 后继法人的问题 如今 于秦敏 高荣生两位文男词传承人 正以身作则 践行弘扬和传承文男词的责任 所霸乡的于关友 延续了父亲于炳言昔日的事业 努力经营着自己带领的新剧团 诉讼当地的文化部门 也在继续探索发扬文男词的新举措 他们正心照顾宣地 为文男词的明招而努力 他们为文男词赔土施肥 静待这朵戏曲之花 相挑万里